同学好,这节课我们学习第五节,合营安排 那这一节里面有三个问题 概念及合营安排的认定 共同经营中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再一个是对共同经营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原则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概念及合营安排的认定 就什么是合营安排 合营安排是一个准则 是指由一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 也就是说合营安排谈到的是一个共同控制 不是一方就能够决定的 至少有两方 那咱们看合营安排的特征 一个是各参与方均受到该安排的约束 比如说参与方有十个 我们现在定的 这项安排要由三个参与方共同来决定 比如他的一些生产进行活动 三方来决定 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决定的 那就说 那你这十个参与方都要受到这个约束 当然那三个我们后面会谈到 他叫合营方 剩余那七个叫非合营方 那第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我刚刚谈到三个 一个不行 一个叫控制 两个就可以了 两个以上也没问题 这是关于他的特征 第二 共同控制及其判断原则 我们看什么是共同控制 说事实按照相关约定 对某项安排所共同的控制 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 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一致同意才能决策 比如刚刚谈到有十个参与方 其中三个人是分享控制权的 那七个人 没有这种分享控制权的事 那现在这项安排 由那个分享控制权的三方 一致同意就行了 这就叫共同控制 那接下来第一个概念叫集体控制 如果所有参与方 或一组参与方 这是只能是一组啊 你所有的可以 或者里面的只有一组 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决定某项安排的相关活动 那这种情况说 应当在确定是由参与方组合集体控制这项安排 而不是说 我不是说 那一个人定了 别人是说 我听你的 那不是这个概念 那下面说 如果存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 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 这个概念要注意 不构成共同控制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比如说 A B C 现在三方 有一个组合 形成一项安排 比如形成一个企业 A1呢 是50%的持股比例 B是25% C是25% 然后告诉了章程里面 只要持股比例达到了75%的话 就可以主导相关活动 那现在的问题是 A跟B可以达到75% 它组合 A跟C也可以达到75% 那比如 我们现在成立这个企业 ABC组成的这么一个企业 然后是找了一个 职业经理 他听谁的 听A跟B的意见 还是听A跟C的意见 都不知道了 A跟C也可以定 A跟B也可以定 那B到底有没有这种角色权 C到底有没有角色权 那这个职业经理不知道听谁 那这种情况不行 所以这个就不叫做共同控制 因为已经是出现了两个组合 如果要是组合 只能是唯一的 你比如说ABC里面 就是A跟B C永远没有说话的权利 只是A跟B共同决策 有两个就不行 那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22 假定一项安排涉及三方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在该安排中拥有的表决权分别位 50% 30%和20% A公司 B公司 C公司之间 相关约定规定 75%以上的表决权 即可对安排的相关活动 做出决策 那你看一看 要不然说全部同意 全部都同意可以 或者里面只有一组 那A跟B 没问题 80%超过75%了 剩下的A跟C 或者B跟C 都不会在75%以上 所以这个A和B 它是一个唯一的组合 那这个职业经理 就听A跟B的 他们两个都同意了 OK 这事可以执行下去 那这就属于共同控制 那我们看一下 20年的一个单选题 2019年10月12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 丙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丁公司 根据合资合同和丁公司 章程的约定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分别持有丁公司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的 表决权资本 丁公司 设股东会 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表决权 通过才可作出 说丁公司 不设董事会 仅设一名执行董事 同时兼任总经理 由职业经理人担任 这职业经理人啊 我见过 那有的挣钱也很多 他就能力强 不是说 在某一个上市公司 当董事长的 他就一定是持有 这个公司多少多少股份 有的职业经理人 也当这个上市公司董事长 那现在假如说 我们这个题目 设立丁公司 就是由这个职业经理人 来担任 总经理 其职责是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那股东会反正就是 A跟B 就是这里面 是甲 乙丙 我不考虑其他因素 对甲公司而言 丁公司是什么 那如果说 甲 和乙 与丙 意料关系没有的话 能够对这个丁 实施共同控制 那就是核心企业 但是这个就不行 你看达到60%以上 甲自己不够 他是55% 他不能自己来决策 那甲要是跟乙结合 80% 不是这个概念吗 那甲要是跟丙来结合 75% 都超过60%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 乙到底有没有分享控制权 不知道 丙 分享没分享控制权 也不知道 那说不是不知道 甲到底跟谁组合去了 因此这种情况 他不属于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说 在组合里面 只是唯一的 要出现两个不行 那这就现在出现两个 当然 乙跟丙不行 两者合起来没到60%以上 那你说甲而言 丁是他的什么用 他不能控制 他又不能共同控制 因为不符合共同控制的说法 那他就是重大影响 50%嘛 55了 那这个肯定有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就属于联营企业 所以这个容易出错 选择是弄不好 弄成个合营企业 这不行 我们组合是 只能是唯一的才行 所以这个B 合营企业是对的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甲企业 由A B C组成 协议规定 相关活动的决策 至少需要75%表决权 通过才能实施 假定A公司 B公司和C公司 任意两方 任意两方均可达成一致意见 但三方说不可能同时达成一致意见 下列项目中属于共同控制的事 就是在组合里面必须是唯一的才行 那A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在该甲企业中拥有的表决权分别为 50% 35% 和15% 那这种情况我们看到 A跟B 能达到75%以上 85%了吗 剩余别的都没有达到75% 因此 因此组合是唯一的 我们问的属于共同控制的 集体控制组合唯一的 没问题 属于共同控制 再看B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在该甲企业中拥有的表决权分别为 50% 25% 和25% 那就不行了 我们前面谈到 A跟B达到75% A跟C达到75% 两个组合 不属于共同控制 那也就是说 B 到底 有没有分享控制权 C有没有分享控制权 根本不知道 它不属于共同控制 C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在该甲企业中 拥有的表决权分别为 80% 10%和10% A自己就达到了75%以上了 它是属于控制的 那根本就不是共同控制 不用组合去 D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在该甲企业中拥有的表决权分别为 40% 30% 和30% 里面的任何两方的组合 都没有达到75% 所以这个肯定不属于共同控制 正确的就是A 第三是争议 解决机制 相关约定条款的存在 一般不会妨碍某项安排 成为何用安排 但是 如果在各方 未就相关活动的重大决策 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其中一方具备一票通过权 或者潜在表决权等特殊权利 那你要仔细分析 很可能具有特殊权利的一方 实际上具有控制权 那就不是共同控制了 那这种情况就不是属于核心安排了 核心安排我们对应的是什么用 是共同控制 你要说 咱们争吧 你不听我的 不听也得听 我一票通过 那你这个就是控制的概念 这叫争议解决机制 看怎么说 正常情况下 不会出现这个事 但如果有 那就不构成核心安排 第四 我们权利也是针对于实质性权利 说仅享有保护性权利的参与方 不享有共同控制 比如说 现在资产负债率 如果达到50%的时候 再要进行融资 要求所有参与方都同意 那这是保护性权利 它不是你正常的一些生产经营的 决策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呢 仅享有保护性权利的参与方 不享有共同控制 第五 一项安排的不同活动 可能分别由不同的参与方或参与方 组合主导 你这有这种可能性 有时可能发挥自己的一些长处 参与方的人 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那比如说 开始是搞研发 这个阶段 研发生产阶段 那某一个参与方 他这一方面的专业能力很强 那他可以来进行一些主导 那等到生产完之后 对外进行销售了 进入这个阶段 那有人是对销售 对市场 那非常专业 那可能就变成另外去主导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六呢 综合评估多项相关的一些协议 一般的了解就差不多了 第三 核营安排中的不同参与方 我们对于核营安排的参与方 有的可能是分享控制权 有的是不分享控制权 不是说要求所有参与方 都是分享控制权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那把这个呢 叫做核营方 分享控制权的 前面给大家谈到过 说一项安排有十个参与方 三人分享控制权 那三人叫核营方 对核营安排 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 没有分享到控制权的 它叫非核营方 比如谈到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人 那就是属于非核营方 这注意的概念 我们谈到的共同控制 并不是这项安排的 所有参与方都一致同意的 一项安排里面 有两个就够 两个以上也可以 第四 核营安排的分类 说核营安排分为 共同经营核营企业 那这个内容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它是分为 共同经营核营企业 什么是共同经营 概念要清楚 是指核营方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 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核营安排 资产是资产 负债是负债 然后再看核营企业 它不是 核营方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 享有权利的核营安排 所以谈核营企业肯定是法人 你对这个法人 比如说持有他30% 好了 对他的净资产享有30% 但是共同经营 它不是 不是对净资产享有权利 对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 你资产出资产的 负债是负债的 那比如说资产有的一些情况下 可能是参与方 他投入固定资产 他投入存货 那有的人说 技术太好了 投无形资产 什么现金非现金资产的固定资产 什么存货食物的 他都不投 然后负债 如果需要钱了 他也可能自己借了自己还 如果共同借的 他也会说 这不负债 你承担多少 他承担多少 不谈经资产 这叫共同经营 大家应该有印象 如果形成的是属于 合营企业的这种情况 他的后续计量 是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那初始计量也是长期股权投资 但是共同经营不是长期股权投资的事 那是属于合营安排这个准则来进行规范 所以后面呢 在谈到会计处理时 你会看到呢 都是针对的是共同经营 那接下来我们要会判断 说一项安排 到底形成的是共同经营 还是合营企业 关键的点 是不是对净资产相有权利 对净资产相有权利的 可以 那是合营企业 如果不是 共同经营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单独主体 这个市值 具有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构架的主体 有单独可辨认财务构架 这个主体就叫单独主体 说包括单独的法人主体 法人主体没问题 肯定是一个有可辨认的财务构架 当然还包括不具有法人主体资格 但法律上所认可的主体 比如大家也听说过 我们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那它 不是属于法人 但是法律上所认可 那这个也是有这种 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构构 因此说单独主体 不一定是具有法人资格 说但必须具有法律 所认可的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构构 那你认可呀 你即使做这个 共同经营的 没有形成合营企业 那你财务的构构得有 你正常说 整个真心安排 你该给国家交多少税 也得能够算出来 也得有啊 这是单独主体的概念 不要认为单独主体 必须是法人 不是法人的 有独立财务构构也算 那我们看第二 何应安排 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那肯定不是法人 法人一定是有独立财务构构 是单独主体 你连单独主体都没有 你说这个安排是什么 没有法人资格的 一定是共同经营 这都是可以在客观体里出现的 所以他要说 当何应安排 未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 这项何应安排是共同经营 这是对的 我们再看第三 何应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有单独主体 我们能说 他一定是何应企业吗 还不行 因为何应企业 是要求是有法人资格的 这样呢 能够享有核英企业净资产的权利 那你参与方才能享有这个权利 所以如果说核英安排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我们也不能认为就是核英企业 也可能共同经营 所以该核英安排可能是共同经营 也可能是核英企业 这也是一个概念 我们要清楚 下面我们看核英安排分类的判断 怎么去判断 说核英安排 是否通过单独主体达成 先看这个 有没有单独主体 如果不是单独主体 连个单独主体没有 是什么用 共同经营 那一定往这来 没什么好商量 说是有单独主体 有单独主体 不一定就是核英企业 还有可能是共同经营 然后我们再去往下判断 说单独主体的法律形式 是否赋予各参与方 享有与安排有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安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那假如说是资产负债单独来 对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的情况 不是对净资产享有权利的 一定是共同经营 所以说如果是 对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 那就是共同经营 他说法律形式不是这样 没说 说一定对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 那我们再往下看 说合同安排的条款 是否约定各参与方 享有与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安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说看合同安排 不说法律形式 下一个层合同安排 如果在合同安排里面 明确了参与方 就是资产享有权利 负债承担义务 这个资产是你的 是他的 共同资产 你多少 他多少 负债的自己归自己 共同的按比例来算 资产享有权利 负债承担义务 是不是 是 好 共同经营 还是和我们前面的概念 要保持一致 要对资产享有权利 对负债承担义务的 那属于共同经营 那说 不是 不是 还得往下看 看 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是否赋予了各参与方 享有与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安排相关负债的意义 还得往下看 看相关事实和情况 那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A和B 组成一个安排是C 形成了 然后说 现在C生产的产品 全都是卖给A 卖给B 不往外卖 那没有体现A对C 这个主体净资产享有权利 因为没有往外卖 都是来自于现金流 来自A和B 那这种情况还是说 对净资产没有什么享有权利 资产是资产 然后说负债是负债 那如果是的话 也是共同进行 这是相关事实 但如果说成了一个C 有的产品给A 有的给B 也往外卖 往外卖的这一部分 那可能A跟B 还形成利润相有权利 而这个说 A跟B 反正给它投入材料 让它进行生产 产品就散给A和B 根本没有往外去 还在这里面呢 那还是共同进行 如果有往外的成分 这不是相关事实 那体现对净资产相有权利的时候 才是属于 合形企业的 我们判断完了 说这也不是 是吧 相关事实 不是资产相有权利 负债承担义务 那最后 真的就是对 净资产相有权利了 才形成的是属于 合形企业 这是它的判断 提示 在考虑其他事实和情况的时候 只有当该安排产生的负债的清偿 持续依赖于合形方的支持时 该安排才为共同进行 没有别的 反正都是属于合形方来支持 既强调参与方实际上是该安排持续进行 所需现金流的不依赖意 刚才C 它生产什么东西 现金流都是来自于A和B 没有别的 那它就属于事实 这种情况认为是属于共同进行 第四呢 是重新评估 和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 有时可能导致某一参与方 控制该安排 所要使该安排不再是合形安排 原来是合形安排是说 共同控制啊 如果要发生事实情况变化了 某一个人控制说了算了 那就变成控制了 由于相关事实和情况发生变化 合形安排的分类也可能发生变化 原来是合形企业可能转变为共同进行 或者共同进行转变为合形企业 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个多选题 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合形安排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合形安排要求所有参与方 都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不是吧 当然不是 因为是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就行了吗 B 能够对合形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参与方 应当对其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 那就说如果是对这个合形企业 你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 不是属于共同控制 反正只要是属于重大影响的 那就是权益法核算的 这个没问题 C 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 该安排不构成共同控制 没问题吧 参与方组合要求必须是唯一的 两个参与方的组合不行 我们前面也谈过这种情况 这个不构成共同控制 D 何应安排为共同经营的 何应方按一定比例 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 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 那是这样的 就说呢 要是共同经营 我们后面会谈到 不是说都一定相关资产 按照比例 有的相关资产 自己的是归自己 负债也是一样的 有的负债谁承担就谁承担 那该安排负债里面 资产里面有自己的成分 如果完全是属于共同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这项资产是共同的 往往是按照比例 如果借来钱负债说 我们按照共同的这部分负债 按照比例 不是共同的 自己归自己 所以这个B和C是正确 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共同经营中 合营方的会计处理 我们下面的后面的会计处理 都说是共同经营 怎么不谈合营企业呢 合营企业会计处理 执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第一个一般会计处理的原则 对于共同经营这种情况 我们在进行处理时 自己归自己 共同不犯比例算 所以你看 一是确认单独所持有资产 和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我们合营安排里面 假如说有三个参与方 A B C 你A的资产归A B的归B C的归C 负债也是一样的 这是你单独确认的部分 不是说都是按照比例来分 二是共同经营中的资产 负债收入和费用 按比例确定 你单独持有的 单算 不是单独持有的 合在一块的东西 那按比例确定 是这么个概念 那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23 13年1月1日 A公司和B公司 共同出资 购买一栋写字楼 这两个出资购买的 各自拥有该写字楼 50%的产权 用于出租 收取租金 合同约定 该写字楼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A公司和B公司 一致同意放可做出 那这就属于共同控制了 买一个写字楼 又没有形成什么法人 所以它一定是共同经营呗 不会属于合营企业 A公司和B公司的出资比例 收入分享比例 和费用分担比例 都是各自的50% 该写字楼的购买价格是8000万 由A公司和B公司 银行送款支付 然后预计使用寿命20年 预计竟残值320万 年限平均法按月来集体折旧 该写字楼的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期限10年 每年租金是480万 按月支付 说该写字楼每月支付的维修费是2万 按照比例来呗 说另外A公司和B公司约定 该写字楼的后续维护和维修的支出 说包括再装修支出 和任何其他的大修理支出 以及与该写字楼相关的任何资金需求 都是A跟B按比例承担 说假设A公司和B公司 均采用承担法对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后续计量 买了房子出租 形成它的投资性房地产 不考虑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那这里面 因为这个写字楼是A跟B共同买的 所以整个资产的入账的时候 自己做自己的 买的时候八千万的东西 A反映入账四千万 B是四千万 整个租金的收取 每个人 每一方反映一半 发生的费用的支出 每一方一半 那每一方对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提的折旧 你按照一半去提 比如以四千万为基础去提 这么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 叫做共同的东西 我们是按照比例来进行确定 按照这个来 那下面看第一个 出资购买写字楼的时候 哪一方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是A公司B公司 那说A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 其实B公司跟他也是一样的 因为每个都是50% 购买写字楼的时候 投资性房地产八千万的一半 只反映这个 就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贷方贷银行存款四千万 只是A字几 你不能积八千万 按照比例计 因为我们只是享有他一半 租金 年租金480% 有我们一半 乘以50% 每个月要确认 除以12倍 20万 没有考虑相关税费 那这样借银行存款 代其他一半收入 收入也是按照比例定 第三 每月记题写字楼折旧 那我们看吧 也是反映一半的 八千万减去320万 这是整个的 英记折旧额 就是写字楼的 除以20年 除以12 那是每个月的 但是我们只是反映 50%部分 乘以50% 16万 那提折旧呢 是反映到其他业务成本 借其他业务成本16万 带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16万 支付维修费 一共2万 我们也是承担一半 费用也是承担一半 那这也没有要寄其他业务成本吗 因为我们出租啊 取得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会有借记其他业务成本1万 带方 带银行存款1万 你看都是按照一半 这是属于共同部分 按这个来 好多年前 当时呢 是大体里面 出现了一个 合营安排的会计处理的时候 是以差错的形式出的 比如说 现在我们对外销售产品的收入 是1000万 那1000万安排里说 A 是 70% 70%归A 30%归B 本来呢 那A要是70% 确认收入是700万 结果在会计处理时 怎么做的 他确认1000万的收入 然后把 应该是付给 B的 他不都确认收入了吗 反映到他的主营业务成本了 确认收入1000 反映到主营业务成本了 那这不行 我们只能确认收入是属于 700万 如果这个钱是我们先收到的 那300万 对应的应该其他应付款 然后等 真正付给B的时候 转给B时 再充填那其他应付款 就这样的概念 我自己归自己 共同部分 按照比例算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 合营方 向共同经营投出或者出售 不构成业务的资产的会计处理 因为构成业务的 售价跟账面价值差 直接权益当期损益 不构成业务的 还有未实现 所谓消除的问题 反正这个大致知道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面 权益法核算 谈过这个问题 合营方向 共同经营投出过出售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 构成业务 售价账面价值差 就当期损益 在共同经营将相关资产出售给第三方 或相关资产消耗之前 即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仍包括在共同经营持有的资产账面价值中 它有未实现的东西 那应当仅确认归属于 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利益或损失 也就是说 你要把自己持股比例这一部分给销售掉 这不相当于确认归属于其他方的吗 我们前面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合算内部交易 说过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投出过出售资产 符合资产减值的 说那这个损失全确认 你不要说把未实现损失再进行消除 这跟前面都保持一致 第三 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 不构成业务资产的会计复利 那也会有一个内部交易的问题 合营方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 说在将该资产等出售给第三方之前 即未实现内部利润 仍包括在合营方持有的资产账面价值中 不应当确认 该交易产生损益中该合营方享有的部分 即此时应当仅确认 该交易产生的损益中归属于其他 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 还是要把内部的这部分该消除消除 也是一般的了解一下就够了 那第四 合营方取得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的利益份额的快据处理 构成业务的就正常做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合并准则和相关规定判断 共同经营是否构成业务 处理原则不仅适用于收购现有的构成业务的共同经营中的利益份额 也适用于与其他参与方一起设立共同经营 而且由于有其他参与方注入业务 那共同经营设立时就构成业务 如果构成业务的 这种情况你正常买该多少多少就该怎么反应怎么反应 如果卖的话呢 那就售价账面价值差额全影响当期损益都正常 没有什么像前面所谈到不构成业务 内部交易消除的问题 知道一下这个设计就行 第三个大的问题 对共同经营 不享有共同控制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原则 那实际上说的是那个非合营方 这一部分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啊 就是可以去比照合营方 比如说里面的资产自己归自己 负债也是如此 涉及到收入啊 费应啊 按照比例来 共同不反照比例来 他说也可以不比照这个东西 我对它要有重大影响的话 你可以是按照我们前面谈到长期股价投资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说的这个事 说连重大影响也都没有 那可以按照前面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规范的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那这个大致有一个了解就够了 这就是合营安排部分 我们这一章内容确实比较多 当然重点的应该是长期股价投资准则 合营安排呢 考试的时候一般就是客观题 注意一些基本的概念 其实就不够了 那对于呢 长期股价投资部分 我们初始计量里面呢 当然要分控制的 还有控制以外的 有时叫企业合并方式取得的 企业合并以外方式取得的 大家呢 每一个都应该很好地去把握 特别是说 控制里面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用的什么理论 权益结合法 而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购买法 然后你应该会想到 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 跟非同一控制的 一次达到控制非常像 只是说 直接相关费用处理不一致 比如说控制的既管理费用 而对于企业合并以外的是进程本 后续计量呢 比较复杂的 那当然呢就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我们学习过程中 应该按照那些明细科目去进行掌握 比如说投资成本 当你看到投资成本时 就应该要想到 要不要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调整 这个事情要想到 然后呢 后续的比如说损益调整明细科目都涉及什么东西 要核算 当然是与被投资单位的损益相关的 实现利润呢 发生亏损啊 还有因为赚钱没分呢 那部分留存收益呗 那你要一分鼓励不也是来自于损益吗 也得通过它来进行核算 当然我们在确认 享有被投资单位净利润的时候 认定的是属于调整之后的利润 我们至少要考虑 投资时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供应 跟账面不一致差额的调整 然后还要考虑内部交易的问题 那内部交易这一块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 还有差别 那都应该是要把它掌握好 那对于 其他分合收益 这个明细科目 还有其他权益变动 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 因为没有过多的调整一些事情 对于股权投资的转换 一定要把我在这一节开始时 所谈到的一些原理 把它掌握好 就是原理部分必须清楚 要把它掌握好 那后续的一些内容 可能相对来说就好多了 合影安排 掌握一些基本的概念就够 这一章的内容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